观众朋友广州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新闻33 在昨天新闻当中我们邀请了来自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秦江林 给您介绍了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话题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将继续邀请秦江林跟你聊聊 气候变化对我们人类的影响 以及我们每个公民如何来为减缓气候变化 来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昨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了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秦江林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了有关气候变化 以及气候变化会对我们全球的人们产生的一些影响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邀请秦江林 给大家说说有关作为我们的普通的大众 如何为减缓气候变化能够做些什么呢 观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 下面我就讲一下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 如何为减缓气候变化做一些我们希望做到的贡献 其实在国际社会很早就意识到气候变化 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政治界也就是90年代初就开始为减缓气候变化 大家做一些努力 所以就有了UNFCCC 也就有了大家都熟知的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里 然后发达国家承诺大部分发达国家承诺 减缓就是减少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时呢也会以经济和技术的这种方式来支援发展中国家 让他们就是掌握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技术 同时有更多的钱来改变自己的人民 现在就是受到的一些就是因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伤害 所以说呢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期已经结束了 第二期其实也已经递交了 但是迟迟没有具有法律效率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一定的国家数目 然后再签策才能产生法律效率 在03年我们可以记得布什总统已经就是带领美国退出了议定书 这其实是对京都议定书的一次非常非常重的打击 然后第二次和约就没有签成 也就是一蹶不振了 在这种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很垂头丧气 觉得没有希望了 其实也没必要 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因为我现在研究这个领域 即使美国表示的非常的非常的一个非常负面的态度 但是他还是在和就是比如说双边中 或在一些其他的说G8啊 这种谈判中对气候变化的这种反应还是非常积极的 只是他们目前这些国家并没有准备好 以这样一种全球签一个具有法律效率的合约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 但是我相信就是跟其实跟很多环境方面的这种条约其实一样 这些环境条约都是在最后一刻最后一秒 然后才签订的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必要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不如我们现在能够就是抓住当前 然后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那具体我们都可以做什么呢 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所说的大家都可以从网站上 因为现在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你们可以从网站上去查找 我现在每天每月每年都会向大气中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我每年能造成气候变化发生多大的改变 平均一下这个一个人要一年当中要向这个大自然当中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这个其实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说average 好像这个全球的average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能告诉你一个比率差 就好像在发达国家中 每个人平均像每年像就是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 要比发展中国家高50倍甚至100倍 这么高 对所以说我们作为发达国家的那种公民 更应该就是小心自己的 注意自己的平时的一些就是用生活方式 用电行为 那你刚才讲到了这个 我们讲了很多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更多的包括这个出行啊 还有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像冬天到了取暖啊 等等都包括在这个里面 对 是的是的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家里就是我们普通公民在家里 如何减少自己对二氧化碳的排放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换灯泡 大家都知道节能灯泡 对 也不贵 如果你换一下节能灯泡 每个每年就能减少非常非常多二氧化碳 然后再一个呢你可以给通过给房间加 Insulator 就是加保温棉 这样让你冬天更暖和 也就少用一点heater 然后再一个呢 在新西兰的朋友们 很多人家里都有很大的院子 很多人喜欢把它填上 就是填上可能 填上水泥 他觉得不长杂草 漂亮 对一号打理是吧 对对对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种上草坪 种上花 不仅能让你的心情更加愉快 还能为全球气候变化做一点贡献呢 所以看来呢 我们其实在家里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 可以在生活方式上做一些调整啊 就是说大家能够节能减排吧 就是这句话就是说比较严简易改了 此外呢 像我们的一些出行方式 可能像在车上面呢 能够用更多的 比如说用电能 可能呢就比你纯粹要烧汽油 要来的好 对吧 对对对 还有很多许许多多的方面 对在我们选择自己的车 选择家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他所号的Star Energy Star 如果说他有这个Energy Star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他 因为这样的话 每年能够节省大概 一万 我有一个数字 是一万两千磅的 就是二氧化碳 对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对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 包括我们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时住行方方面面吧 其实如果我们都注意到 储存公民能做到非常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 从自己做起的 从点滴做起的 我想呢 全球的这么多 全球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嘛 每个人都做好了 我觉得呢 这个也能给这个全球的这个 节能减排啊 能够做出一份贡献 那么另外呢 秦江玲 你看您是研究这个气候变化 对这个中国外交的影响 其实呢 你觉得这个气候变化 会对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外交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气候变化 主要是减排的问题 但是减排就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的问题 也就是每个国家都在说自己的减排额度 没办法确定我要应该减排多少 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 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 没有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 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 那是不是像新西兰这样的 它相当于它的这个第一产业都比较少啊 也就是说它没有这样的这种重工业啊 是不是它这个节能减排的话 它就相对来讲 就是要比那些以工业国要来的要来的好一点的 我可以说我新西兰的在这个这个谈判中 就是姿态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 气候变化对新西兰的影响 可能严重程度并不像对其他国家那样 但是新西兰的这个新西兰政府 一直表示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 他们希望作为发达国家 有去承担一些的就是一些的责任 也希望为这些提供一些技术上和资金上的贡献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首肯的 好的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气候变化呢 对像我们的很多华人鹏的组织国 中国它的这个外交会有一些什么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很多像这种 中国现在也是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了 那么节能减排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如何来使中美两国 像这些大国怎么去协调 怎么去减排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中国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在07年的时候 可能大家听这个比较少 在07年的时候 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 二氧化碳排放国 已经超过美国了 所以说中国的有这种多重身份 其实让它非常非常难办 一方面它又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人口 所以说它也拼命的为自己的国家去 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 对对对 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排放量这么大的国家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 它又希望就是得到自己 应得的那份发展空间 对因为我们确实是之前没有发展 在你们发展的时候 你们一次次的工业革命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排放 然后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地大物博人多 排放可能经济一增长 排放量大 中国不希望牺牲自己的发展的这个空间 但是各国也看了 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就是自己才减少一些二氧化碳 可能在牺牲一些经济上的利益 但是中国经济一发展 这个差别一下就没了 我们好不容易做的那点努力 一下被中国经济发展排放大量化碳 一下子所淹没了 然后所以说他们就以美国为首了 也在这个问题上姿态也非常的强硬 所以他们说既然一些很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他们不能做出这些一些commitment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在这个协议书上签字 因为这个协议书上没有规定他们的责任 那看来呢今后像在这个气候变化 对像中国啊这样的比较有特殊性的特殊情况的这样的国家呢 确实呢也还是有对它外交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对非常大的影响 对其实呢更多的时候是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外交跟这个气候气候跟外交啊 怎么说啊其实怎么说呢 就我们说其实像中国包括新西兰 它既要有发展 但是又要有减排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是不是有点两难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请向连雅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聊到这儿 感谢观看